其實賴清德這個房子 去做所謂的公益信用 或捐出來 總而言之他就是這個斷點嘛 你當然藍白會繼續酸嘛 可是事實上那我捐出去後 你能酸多久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停了嘛 可是問題是時間會繼續走 議題會繼續往前行 現在有兩個議題 一個是柯文哲的農地草地案 另外一個其實不是大群網 我覺得民進黨根本打歪 另外一個是侯友營的政治陷阱案 這兩個案子 我覺得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先講不要說我每次對柯文哲都不公平 我好好先把陳佩琪 佩琪佩琪姐臉書發文 我念一遍 給大家看裡面的內容 他說這個地是在結婚十多年後的 某個年月範 公婆跟我夫妻提過 有依私舊公婆一起買某塊地 但其他四個都是醫生 可是公婆不是醫生 所以呢就叫柯文哲買 晚輩對上一代的理財 沒有智慧的餘地 所以我們夫妻對土地在哪 長什麼樣 做什麼用途 完全沒有過問 公婆年紀大了 也全權委託管理 從未告知我們現況如何 我算一個字都沒漏吧 我算完整念完吧 這個念完後邏輯有一百個不同 一百個不同 第一件事情 柯文哲的爸媽 有四個醫生找柯文哲爸媽買地 那為什麼他們覺得其他都是醫生 但柯文哲爸媽不是醫生 就叫柯文哲買 這怎樣 我買地還覺得我學歷很差 更小跟四個醫生一起買地 現在要醫生才能買地啊 對不對 這什麼邏輯 有四個醫生找柯文爸爸買地 柯文爸爸覺得他們都是醫生 我不是醫生 我覺得很丟臉 我怕他寫在土地藤本上面 我真的太丟臉 拉低這個學歷的平均 我只好叫我格子來買地 因為我兒子是醫生 有這種事 戶籍藤本上會寫是醫生嗎 對啊 這邏輯通嗎 這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自己講 是他台大醫院的學長 對啊 找他爸爸買地嗎 這就怪了 學長買地找柯文哲爸爸幹嘛 直接找你就好啦 對啊 今天比如說葉仁智找我買地 不是葉仁智要買地 他說我不要找你李正浩 雖然我認識你李正浩 在國民黨我也算是你學長 可是我不找你李正浩 我找李達鴻 李達鴻是什麼 李正浩爸爸 李達鴻的文法 你來幫你爸爸宣傳一下 對啊 多奇怪 不是怪嗎 那你怎麼認識李達鴻 沒有啦 上次去你家 坐坐跟李達鴻聊得很熱 覺得特別投機 洪哥 完全沒道理嘛 你柯文哲的學長要買地 那為什麼不找柯文哲買地 找柯文哲爸爸買地 然後這些學長找柯文哲爸爸買地的時候 柯文哲爸爸也覺得我學歷很低很更小 所以只要叫柯文哲去買 這不是推給爸爸什麼才是推給爸爸 對不對 這邏輯完全說不通嘛 這一塊 另外一塊 他不是說買主都是醫生 後來財產產轉移給老婆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柯文哲沒有轉給你老婆 有沒有私房錢的問題 這天大地大事情 佩琪姐有沒有你該拿的私房錢沒拿到 為什麼其他四個醫生後來都叫女生買 我們不是有查嗎 他的身份證知道都是二開頭的 柯文哲也有講啊 說哎呦怎麼知道那些醫生都那麼愛太太 那你不愛你太太 為什麼沒有轉給佩琪姐 這件事情雖然是小情小愛 可是對我來說是天塌下來的大事 講完小情小愛我講 核心是什麼 就是你柯文哲買地嘛 對啊 那就推給老爸 再看一次這邏輯有通 這樣是醫生寫出來的嗎 但是其他四人都是醫生 可是我的公婆不是 所以只好叫柯文哲買 這有邏輯嗎 醫生才能買地 好這一大塊 另外一塊柯文哲說要捐出來 我這兩年的錢我都捐出來 我委託黃國昌儲利對不對 誰跟你兩年 空拍圖清清楚楚 對啊不是說十五年 2016年是農地 2017年開始農地刨掉開始整地 2008年的時候柯文哲買下來的時候 已經開始租停車位 我很無聊 我一格格算總共有幾格 60到65格 一格算你2000 一個月叫12萬 一年叫做144萬 15年叫做2100萬 柯文哲捐出來我開始倒數計時 好 資源不是倒數計時 賴清的多久要拆 對啊 對不對 你柯文哲以後不要叫他柯批 叫他草地批好不好 草地批 誒 不乏所得 2100萬要不要捐 柯文哲還講說我捐出兩年多的這個租金錢所未見啊 捐什麼兩年多 2008年就捐 對啊不是15年嗎 而且總不是要全所未見 我跟你講有一件事情我親身經歷 2016年王如泉捐十幾年的所得 嗯 他那時候公宅 君宅案 對不對 不是被攻擊嗎 對 他這 我記得我沒說應該是17還是18年 每棟房子的獲利就全部捐出來 1800多萬 我那時候還笑他 那你那時候買一棟不要賣就就好了 好 他買了十幾棟 最後知道1800 所以柯文哲捐兩年是騙人 還有 這是非法營業對不對 對啊 非法營業能報稅嗎 當然不行啊 營業稅多少 對啊 要不要補回來 所以柯文哲這犯了好幾條耶 所以更好笑民眾拿地價稅出來 你知道地價稅 這跟租金有什麼關係 本來就講地價 我講營業稅 你拿地價稅會衝啊 所以這柯文哲個人一大塊事情 你做非法營業的停車場 你所有獲利都是不乏所得 捐出來啊 對 在今天的老家有不正利益嗎 有不乏所得嗎 好這一塊 另外一塊 左冠田今天提報 2010年 上面就有九鼎開發建設公司 在柯文哲的農地上面 對 蓋所謂的辦事處 九鼎開發建設有些公司 2010年就有 對 2023年的今天都還有 九鼎開發建設公司有什麼 來給大家看四個名字 大家記起來 林文昕 吳立美吳清源跟張震榮 把這十個名字記起來 林文昕是唯一找不到的 林文昕就跟林美滿M1一樣叫做人頭 另外兩個人名 一個叫做吳清源 一個叫做張震榮 吳清源是 所謂的關埔重畫區的重畫大王 關埔重畫區我租過 關埔重畫區我跟他講四個重點 第一個清大 第二個焦大 第三個竹科 第四個步行可到Costco 有夠厲害 關埔重畫區我剛剛上看 蓋房子一坪賣五十幾萬 在新竹算是很不錯的價錢 這個吳清源 據說在關埔重畫區賺了上百億 這是一塊 另外一個叫做張震榮 張震榮在這裡面呢 當所謂的監察人 是誰 新竹縣的議長啊 所以這個所謂的九鼎國際 九鼎開發是什麼 是背後有重畫區大王 背後有議長造的開發建設公司 但是 為什麼在你柯文哲這塊地上面建辦事處 跟你柯文哲合購了 難道只是醫生嗎 就算只是醫生 為什麼你跟九鼎開發建設有些公司 這麼密切 草地集團吧 有什麼好講的 他為什麼不說別的地方 剛好租到你柯文哲這塊地啊 這就是另外一件事哦 我前面一趴講叫做 不乏所得違法營業哦 第二趴講就是草地集團哦 你柯文哲講土地正義 租稅正...那個青年的居住正義 就你跟草地集團去草地批 再問一件事 為什麼那些醫生不用自己名下買 對 用妻子名義買 因為知道這塊地有問題嘛 那些是公務員台大醫生嘛 哦 這是一塊嘛 美嘎在這邊什麼很愛老婆給老婆 哎呦那柯文哲啥啥 秋希郎 為什麼人家都老婆買 哦 這第二件事情 什麼時候你買地會一群人去買 投資才會一群人合股嘛 我買塊地我自己要種田 我誰要跟我合股 對啊 如果我不要買塊地種田 你給我一點錢 誰理你嘛 對 你之後在投資的時候才會一群人買嘛 所以這是個草地集團 將特地農業區 違法使用養地圈替違法營業的草地案吧 那柯文哲要不要捐 那照賴妻的標準 我不只叫你捐所謂不乏所得 你地都要捐出來 對不對 開始倒數計時第三天什麼時候捐 好這一塊 另外侯友宜的養德集團 養德集團這件事誰說得通 2018年的時候養德集團 找53位養德集團的員工 有沒有信啊 吳嘉欣 士林電機協理 林營柱士林電機資深處長 楊聰賢士林電機董事 邱崔堯士林電機資深紀理 一大堆 53位 每一個人在同樣的時間裡面 都捐10萬給侯友宜 侯友宜總共拿530萬 2022年養德集團 一樣有名有信 魏飛鵬士林電機業務處長 吳衍成士林電機處長 同紀人士林電機董事兼事業群也在同樣的時間點 每個人整整齊齊捐10萬 總共57個人都捐570萬 給侯友宜 侯友宜說一切依法對不對 依什麼法 政治獻金法明帝 不得以他人名義捐贈政治獻金 怎麼會 連續兩屆 110個人次 剛剛好整整齊齊在同樣時間點 捐10萬給侯友宜 我現在要捐錢給月圓資 有的可以捐666啊 有的可以捐888啊 也可以捐1450啊 怎麼剛剛好整整齊捐10萬 你要跟我講默契嗎 我問第二個問題 這些人捐款前一個禮拜 有沒有從公司發下來 獎金到這些人戶頭裡面 全部都查得出來哦 這要違什麼法 違政治獻金法 違法不法所得 侯友宜這1100萬什麼時候要捐 不要跟我講什麼一切合法哦 你大勤管你說合法我還說得通哦 這是違政治獻金法 政治獻金法明帝 個人捐款310萬 公司捐款320萬 你怎麼捐到570萬 後面還沒有講 養德集團在新北市台北港 標下23億的物流中心 這個物流中心的標案 內容改過3次 從一開始的價格標 誰每一瓶的價格最優惠來標 改到第三次 每瓶只占30%的分數 有沒有因人設事 黃國昌不是會連連看 照黃國昌照林濤這種連連看的連法 你收拾到1100萬的政治獻金 人家的標案改3次 從價格標改到我的價格只占30% 林濤這種連連看的方式 黃國昌照已經掛了嘛 就算沒有養德集團後續標案的問題 這1100萬也違反政治獻金法 而且多好查 1100萬110個人頭 檢察官一傳 偽證罪幾年 5年 只要有一個人說有嘴 侯友宜就下課 對不對 他說這行政罰 行政罰沒事啊 政治獻金法罰款而已 那我請問賴清德老家罰什麼 賴清德老家西美斯罰什麼 沒有罰 沒有罰嘛 罰零快 你們可以連續吵兩個月 那侯友宜這個咧 那柯文哲這個咧 對不對 所以叫做絕地大反攻嘛 什麼意思 就賴清德斷尾求生之後 你後面 如果你們藍白的標準是 新北政府罰零快 不猜 拍照列館的東西叫做罪 罪罪 什麼啦 罪該萬死 叫做要打卡 叫做賴清德叫做萬里地堡 罰零快嘛 那請問 我現在講的每一條道罰大錢 證據行政法只罰一倍嗎 要罰好幾倍 所以這件事情沒什麼好講嘛 照同樣的標準 柯文哲跟侯友現在倒數計時 你們現在三天了 看你什麼時候要處理 我保證選錢你們也不敢處理 這個新聞 這是2023年6月 新竹市政府地震處發布的新聞 當然啦 台南也有類 台南市政府更早也有發布類似的新聞 他就是告訴你什麼 因為內政部現在用衛星偵測國土啦 如果你一變更的話 馬上馬上就可以被抓得到 一個月改成一週啦 一旦查獲違規使用 就違反區區 去去法法 就罰錢農地等等 等等的問題 這是6月的 6月的時候 你市政府新竹市政府還在提醒農民 不要違反使用農地 但是你看科批的農地一完了以後 新竹市政府怎麼處理這一塊農地 他是說給你30天限期改善 你不改善的話 我要罰你6到30萬 對不起 新竹市政府一旦發生違規 就可以裁罰 並要求恢復 所以你現在 新竹市政府是不是也是 也是在那邊不做裁罰的動作 其實他早就可以裁罰了 早就可以裁罰 他要給你30天改善後 如果你不改善我裁罰 違規使用就可以裁罰 就可以裁罰 那當然這一塊地 什麼都不用再去做任何解釋 包括 科媽都不用出來再喊冤 你在喊什麼政府太怕人民 人民賺太多錢那可以啊 那以後 台灣買不到米的話 你負責啊 大家都可以跑去 蓋停車場好不好 農地全部蓋停車場不用種田了 你也不要吃米了好不好 重點是違法 不是怕你賺太多錢 而且這一塊是優質農地 我們一再強調 他是特地農業區 他是優質農地 你上面蓋了麗圈之後 你要恢復多難啊 而且再講一句 白一點的話 如果我們一位 總統候選人 自己申報了一塊土地 然後被違規使用 然後告訴你我不知道 那我會很驚訝 那我會很驚訝 違法了 然後你說你不知道 然後你媽出來說 我們錢沒賺多少 等你 你要選總統的人 原來你自己的財產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太恐怖了 齊家治國平天下 齊家 你連自己的土地在做什麼都不知道 那叫人民怎麼相信把國家交給你啊 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啊 剛才學偉提到 因為他已經被列入都市計畫裡面 他有一個 2006年就民國95年12月底的時候 新竹市政府有公佈一份 擬定新竹市都市計畫 括號 頭前西沿岸地區 細部計畫 裡面包括規劃的有住宅區 商業區等等 然後呢 設定的設定的計畫目標年是110年 也就是2021年 他設定目標計畫年 一般的解釋就是 他在整個的 斯斯都跟計畫的時候 大體上應該目標設定在2021年的時候要完成 那他什麼時候買的 2008年 2008年 買了這一塊土地 然後九頂就掛在那邊 九頂是開發商 對 那我問你 是一般人民比較清楚 還是土地開發商知道那一塊地 未來已經被編到哪裡規劃怎麼作用 當然是土地開發商手啊 是啊 那你九頂一個 辦事處插在那邊什麼意思 這很告訴你說插旗嘛 這塊地 這邊已經是我的勢力範圍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大家在探討這一塊地 你 你又不耕種 你又不種田 你買這一塊特地農業區幹嘛呢 你幹嘛呢 你買這塊地幹嘛呢 而且你的解釋真的我都聽不下去 說因為你爸爸希望你回來新竹當醫生 希望有一天我可能會回來新竹當醫生 當醫生跟買農地有什麼關係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當醫生閒暇的時候來種田 結果你上面給我鋪利青 對不對 你是什麼意思 他就很簡單一件事嘛 你回新竹當醫生跟買農地有什麼關係嗎 因為這農地上是不能夠蓋 蓋這些什麼建築物的 莫非是說你們也在期待他幾個醫生買了以後 他可以變更為建地以後 大家幹嘛蓋醫院嗎 不然你在想什麼 回來當醫生跟買農地有什麼關係 對對不對 而且2006年公佈的那個細部計畫 裡面住宅商業區什麼一大堆 那如果一旦真的進行區域計畫的整個變更的話 那這塊土地要值多少錢 這塊土地要值多少錢 然後呢你偏偏又有那個農社碰一個 酒頂的辦事處 你說這什麼意思嘛 對不對 然後解釋這麼多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多的意思 然後你說租金我租出去 笑話了 你搞清楚一件事喔 你這是違法所得耶 你是違法賺取錢耶 對 捐出去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那個立法院修一個法 像這樣違法所得應該全數追回喔 腳褲 腳褲喔 還有你捐喔 然後那個新竹市政府也不罰 對這本來就應該吐出來 怎麼會說是捐啊 對啊 這違法所得耶 還有一件事 如果勘驗你的農地屋 非復為優良土農地的時候 那要怎麼處理啊 那要怎麼處理啊 他不是那麼一個 好像很單純的問題 叫黃國昌 對了黃國昌比較有經驗 他也有把保護區租給別人當停車場 所以黃國昌有經驗啦 處理這件事情黃國昌有經驗嗎 黃國昌 黃國昌 我真的聽不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不是說他租給別人 他租給別人都不知道嗎 他不是他租給別人都不知道 當停車場嗎 黃國昌那時候不是說嗎 我們在場偉大的李正浩 把那個地圖都發過來 你每天在你家服務處 都要經過那一塊地 你不知道當停車場嗎 這樣的人 柯文將說他當黃國昌 如果要告李正浩 這是李正浩說的 他上次他之前不是黃國昌 黃國昌的時候他還把地圖都標出來了嗎 所以我就說一句話 對啦對啦找黃國昌 因為黃國昌有經驗嘛 他家也有違建 他們家老家也有違建嘛 然後他把他把農地租給人家當停車場 他也把保護地租給人家當停車場 所以經驗雷同可能黃國昌有處理過 所以黃國昌經驗比較充足一點啦 但是就說一句實在話 什麼叫做我不賴皮 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對 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我違法被抓到說我不賴皮 那我問提一件事情 違法的人說我不賴皮 然後我補繳租金 那沒抓到呢 繼續賴皮嗎 沒被爆出來的時候 租金照收都不講話 被抓到的時候說我不賴皮 這合理嘛 你在凸顯什麼 你就算要凸顯賴清德違建的事情 那是一碼事 違法的人收租金 然後跟人家說我不賴皮 而且農社違規使用 農地違規使用 你是雙重違規 然後違法收的租金 你說是捐出來 利用你的土地違法 然後去收取租金 然後跟人家說我不賴皮 我要捐出來 他可能還要加倍罰你了 還捐出來 今天 今天如果葉元智去搶銀行 搶了50萬 然後被抓到說 我搶銀行 我被抓到我不賴皮 50萬我全部捐出來 哈哈哈哈 這合理嗎 這合理嗎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喔 當然比喻 比喻搶銀行是過分的一點 但是就是你違法去賺取的錢 因為你違法賺取的錢 然後要把它捐出來 一副說我捐出來 好像我要做善事 那種捐出來那種感覺 拜託真的不必 認錯道歉 認錯道歉 好不好 認錯道歉就好了 然後你PO一個地價稅 那個那個 PO那個地價稅 那個稅單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懂 啊 難道民眾黨裡面 不瞭解嗎 農地 如果不是農用 他就是要磕地價稅 這有什麼關係呢 柯文哲可以不懂啊 你PO地價稅幹嘛 你PO地價稅出來幹嘛 告訴人家說 說我有繳地價稅 我跟你講有很多農民都可以拿出來說 我都有繳地價稅 對 所以沒必要去搞這一些啦 當然 你還有你收了租金 你還沒報稅 有所得有扣稅 而且你租金如果沒有扣稅的話 你是你有所得你是盈利未報所得稅 長達這麼多年 你長達這麼多年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然後現在講的好像我不賴皮 我把租金交出來就沒事了嗎 這很奇怪耶 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當然 你會發現他近期的民調 當然 剛才談到近期民調掉下來 近期民調當然 證件辯論是昨天 今天民調不會反應 那他為什麼會掉下來 我絕對相信跟這個事情有關嗎 絕對跟這個事情有關嗎 那你當初 哎呦這件很奇怪 昨天 昨天他有沒有談到農地政策咧 我不曉得他昨天敢不敢談農地政策 會不會被打槍 有沒有保護農地 你優良農地都把他埔利清了 他之前說要守護農地啊 對你都反而要撥那個埔利清 然後來賺錢了 合理嗎 對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啦 簡單的一個問題嘛 你從 呃 200幾年初 他們就開始要擬定都市計畫 2006年12月就擬定計畫 系譜計畫公布以後 2008年就買土地了 然後目標年是2021年 然後又有開發進駐等等 你就已經很清楚一件事了嘛 就是為了變更嘛 欸 侯友宜這個什麼大群館開選院 現在都沒有在侯友宜的名字裡面 也沒有在侯太太的名字裡面 是一間叫幼育公司 幼育公司的高東就是 侯友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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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萬要做到天母的店面半個錢 這也叫侯友宜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市場機制啦 因為侯友宜說嘛 這市場機制 國民黨也說這市場機制啦 那些行政就是這樣啦 要做不做青菜啦 你無法做事 還是做不去做不去 不要這樣做啦 我們這市場機制就是這樣啦 所以侯友宜那間政經會 有說得很清楚嘛 他說他常常叫他三個族館開工 他三個族館開工他很了解 他三個族館開工的困難 痛苦 這個國家開不去 這個年輕人 因為他們這三個族館算繼承啦 繼承房產就對了 外公的啦 繼承後 因為他們三個年輕人創業嘛 有一個四歲就創業嘛 一個十八歲嘛 那邊創業以後啊 雖然有青年開模 跟這家經營很好 一年差不多是一千五萬到兩千萬的 所以他跟他爸爸抱怨說 這個國家對他們不好 所以侯友宜都了解 所以現在文化大學學生就說 我可以不要做那幾萬七塊 如果萬七塊算起來一年 一個學生要六個族館 差不多二十萬了 你知道一年 文化大學學費多少 十萬了 那族館要六二十萬了 所以這個學生說 你家老闆你減收五千塊 你會怎樣 所以我們就說 不然老闆你也跟祖父子說一下 說不要太多啦 這管理公司如果要蓋價 管理公司因為人員有管理成本嘛 這個什麼個司官有管理成本 如果要蓋價 多蓋起來的錢 是不是祖父子說 不然這樣啦 你要蓋沒關係 你不要蓋學生 這條錢我幫你貼就對了 假設我來說 我要蓋一千五百萬 現在因為房主委要蓋嘛 這物業公司很危險 沒有體恤名義的 就是市場機制 要蓋兩萬三萬了 那佛友會說 不要啦 你如果蓋齁 本來一千五點對 不然我家收一千就好了 其他五百我來貼 你不要去把學生收錢 這樣貼就合理嘛 那不是要照顧年輕人啊 對啊 所以佛友我已經呼籲三天 我判斷他會做這個決定 就是說不要蓋了 如果雞帶的都我們家庭出來了 因為我們三個 那三個子這算不勞而禍的 這是繼承的嘛 對啊 這雞的啦 對啊 不是他們三個子去探 你知道嗎 因為是他們媽媽那邊家族 留下來 給他媽媽 給他媽媽 他媽媽現在過了 他們三個子開的公司 所以對這三個子 這是不勞而禍的 不勞而禍 年輕人要自己打拚 所以這雞帶的錢 不要賺那麼多 基本的有夠 到開銷就好 我是建議佛友宜 而且我判斷佛友宜 按照佛友宜 這麼有良心 對阿港來的 他會了解中南部的少年人 來到台北特色 還有兩個特文化大學 一年八月要創四十萬的奏金 一個月要創四萬塊奏金 佛友宜一定有這個痛心的啦 一定很了解南部人的心情 所以有可能會贏 會贏 拜託他的祖父子說 你不要賺那麼多 你也要了解說 南部的困難 你爸爸跟家庭 家庭來也是這樣 對不對 我相信他的女兒也會同意 所以我們現在先賣美侯友宜 以外交侯友宜 這個事情他會同意 我們先等著看 他會不會這樣做啦 我覺得會 你覺得會喔 叫家庭破主人的氣皮 不用賺那麼多嘛 錢有夠開就好啊 他也賺十幾年去了 不夠 不夠 我覺得佛友宜最近應該會做這個決定 不過記者今天幫他問喔 他就轉圖就走 沒有啦 佛友宜現在說一多半年 我也知道一多半年啊 什麼歲 這我都了解 可是我覺得佛友宜也有恥隱之心啦 因為他也了解這些狀況 第一就是佛友宜那天的政見會 他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時間 講台語 所以一天余蔣金有說 哇 講台語的倩村老闆都聽好 你知道嗎 對嗎 佛友宜說的內容不錯 可是呢 這麼多人聽不懂 所以佛友宜可能第二點要調整一下策略 因為他那天講的內容啊 大部分都在訴求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憲法是兩岸的富國神山 我們說台積電是富國神山 這個佛友宜自己發明一個叫 中華民國憲法是富國神山嘛 但是他我覺得他的語言的表達上 要鎖定好 不然他這樣說台語總是怕一步 有人聽到 所以他可能要去調整這樣的一個策略 所以聽起來都很像是背的 然後他講的內容 內容 我把它形容是很像那種老刑警 你把新進的經驗做情權教育 在職訓練 說這樣我另外辦 這個什麼特徵組我要來負責偵辦 你是做總統 特徵組不會你辦 特徵組是檢察總長做座長 你做總統 你不能介入這個司法的東西 佛友宜你不要再說你要辦 不是你要辦 大家把分工講清楚 下一場的辯論會大家繼續努力 基本上呢 我們也對賴副總統很有信心 他會拆掉他的房子 所以我們都很有信心 他一定會的 因為接下來壓力很大 他一定要拆 不然公益信口被人家發現 產權還在你身上 那你怎麼辦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跟一川哥一樣 對這個彼此的候選人 都有一些信心 那你去看到這個本質在哪裡 本質是柯文哲的農地是違法 然後呢賴清德的違建 是寄存違建 第一類的一般性違建 那侯友宜是合法 合法繳稅 合法租用 然後大家在講 大家在談細節嘛 就是你目前看起來是審核案子 是三個候選人有兩個違法 有兩個違法 有一個是合法的 但叫侯友宜啦 那我們再來討論嘛 那到底呢 我們是不是要所有的 以後臺灣選總統的人 家裡有地的 家裡有房子要租用的 先捐出來給青年用嘛 每一個人蔡總統也是啊 財產的申報 只要有地跟房子都捐出來 因為如果你們不捐出來 就是不符合公平正義 就是沒有照顧年輕人 不要討論政策 不用 就先捐出來嘛 先給年輕人用嘛 是這樣子嗎 臺灣是共產國家嗎 臺灣是民主國家吧 如果今天要用民進黨的標準 那基本上也很好 以後就不管是中選會 或是修法 或是國民黨民進黨 設一個黨規 只要你有資產 你有租用人家這種房間 全部要先捐出來公益使用 那全部都一體適用嘛 那臺灣可以接受這樣子的民主制度 走到這一步嗎 那就是全民去討論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再討論一個合法的這種房屋的委託 這個物業管理公司的租用 然後把他討論說 你要捐出來 你不捐出來 就不照顧年輕人 那我覺得大家會自有公平 好那接下來 不是啊 不過講到這個我平常講 因為侯友宜推那個55的房貸 就是要讓年輕人住得起房子嘛 那更何況是窮學生 對不對 剛剛益川也算了 一個月這樣子不少錢 而且這個益川講的也沒錯啊 侯友宜從嘉義上來打拼 多少能夠體恤這個離鄉背景 青年學子還有這個家長們的負擔嘛 所以照你這樣講 好像還是不會這樣嗎 沒錯 幼琴姐 不是 我是說 我說這整個論述沒有錯 基本上呢 我就要針對這個論述去看細節了 我們覺得說 不要去討論個人的資產嘛 很多的候選人各有資產 可是重點是你的政策 你的牛肉在哪裡 這是我覺得第一個層次 大家去比較政策好跟壞 不是說今天你不捐出來 就不照顧年輕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一直在看到民進黨說 哎呀 以前那一個孩子 才要3000到4500對不對 怎麼現在一個人變16000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說 可是我們去看了一下 以前1000房子是住4個人上下鋪 一個人是3000到4500 也就是換句話說 原本固定過去一間房間的總額 叫做12000到18000 這是原本的房間嘛 他只是把那個四人上下部改成 現在是單人 有獨立的衛浴 是一間完整的套房 或是雙人 所以現在的房子叫做16000 還是在過去12000到18000的區間 那貴不貴 我覺得就是看大家自有公平 在那個地方的豬肉的行情是什麼 第一個 第二個是侯友宜 他沒有把這些 他們他們家裡委託家族 委託物業的這些公司 沒有給孩子說很混亂 然後廁所很髒 然後你就給他直接漲價 他在今年初是做一個大的新的裝潢 然後把這個獨立衛魚做好 然後新增 然後就是租給這些孩子 所以我說兩個層次嘛 前面的價格跟這個價格是一樣的 他們硬要說漲5倍 就不同嘛 就同一間房間過去住4個人 現在住大人房空間使用上比較大嘛 第二個是現在確實有在設備上 不管是他是現在的物業管理 有24小時的保全 他有安全性的提升 跟他的所有的裝潢的提升嘛 我覺得這是給大家做公平 所以我說這個爭議呢 如果要打回來說到底 就是違法跟合法的討論嘛 至少侯友宜我們是合法 合法報稅合法的這個做法 那至於說這個觀感 或是大家想要針對數字去做什麼討論 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層次 柯文哲的這個農地的這件事情 就當柯文哲一直在強調財政紀律這件事情 尤其他他這個證件發表會的時候 一直在強調財政紀律的時候 你會發現最沒有紀律的是他們家 就他們家連土地不知道 長輩說要的 就要掛名字 那收多少錢怎麼住的 不知道我們晚輩沒有智慧的餘地 所以呢什麼我都不知道 不是喔 他說晚輩沒有智慧的餘地 柯文哲卻說仗是陳佩琪在報的喔 都不知道 到底誰知道啊 陳佩琪說都爸媽在管啊 柯文哲說仗是陳佩琪在報 到底是誰在管 你們家人自己口徑都巧不一致 所以我剛剛講嘛 財政紀律的這件事情 我們都講從小處看大處 你如果連家裡面都講不清楚了 你要怎麼告訴大家 他講說我國家可以弄得好嘛 嗯 所以今天柯文哲當然試圖做一個政治上的操作 我講實話 剛剛看到那個訪問裡面喔 那個都是民眾黨的新竹市黨部主委 叫李國璋嘛 我也很好奇啊 柯文哲的地干你什麼事啊 連柯家都搞不清楚那個地了 你去那邊跟人家講難怪你會回答出 我又不是農作物 我怎麼知道能不能種的火 這種這種扣分的東西不要拿出來講啊 柯文哲一開始他們還在講說 我這個地我只是二十四分之五而已 我不是說了 為了要給大家看說他有魄力 還特別去弄了一個小紙條 插小紙片插在那邊上面寫說 我吉日請人家 上面還寫了三個字叫柯文哲 那就你用這個東西 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有權權可以處理的能力嘛 不管人家授權給你或是怎樣嘛 那在問你細節 你又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告訴我你到底玩的是哪一招 再來就是您剛特別提到說 今天下去開 我說真的 那個地屬於私人地 結果不管他是什麼特農或什麼農 他是私人地 你自己默默的把他挖了 怎麼處理掉 你就說我就把他復原 也沒有人會怎樣 因為你私有土地嘛 結果你不是你要硬弄一個 就是說我公開透明 怪手挖在那邊一排攝影 我害怕是怪手要選總統你知道嗎 結果不是一些記者在那裡 說怪手的車 那個車倒下去這樣 好對不對 所以什麼 結果一挖出來說 往下挖一公尺之後 發現到開始有什麼 有磚塊 有鋼筋 有這個水泥 然後按照中央社記者的報導 我們要跟媒體說出來 不然我們說什麼 中央社的報導 他說往下挖一公尺之後挖到這些東西 再往下一公尺 挖到兩公尺深的時候 才可以明顯可見 隱隱約約看到圓土層 圓土層 現在問題來了 你知道 立刻哇 新竹市政府很認真的 我趕快跑去 環保局立刻就說 我們遇到現場這樣看起來呢 他說什麼 他說呢 這沒有外界質疑叫做什麼廢氣 廢氣物 沒有什麼建築廢氣物 但是有營建用途 那些剩餘用途 他也承認說你沒有看到這些鋼筋水泥跟紅磚 我也很好奇 他那一塊地將近七百坪 你全面開挖了嗎 對啊 都沒有吧 他說很少量啊 沒看到有什麼廢氣物啊 環保局跟他那個叫做什麼都發什麼 都發處 產發處 產發處 你們完全不了解你們的市長高鴻安 這樣 當初高鴻安去挖球場的時候是怎麼挖的 他說這裡給我往下挖 挖下去一個 你看你看送檢調 你今天人家就只不過挖這一條 你就認定說這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挖 挖到一條電線 他就送檢調囉 你現在我也很好奇你知道嗎 環保局你真是了解你們市長的用心良苦嘛 你們市長是既好如醜 那種人的說出來 他說什麼他那個新竹 什麼什麼中心 展演中心什麼有沒有 他說什麼裡面多少東西 那些還有人說新竹 到底地下埋了多少廢棄物 現在呢 你急急忙忙在那邊說明說 我們認定沒有 你是700坪都挖過 你看看那條你就認定 你們市長挖個洞 就決定要送檢調了 對 人家挖出一條溝呢 還挖了兩公尺後 對 對 所以我就講這整件事情 其實你就看到他其實亂的套 就兩公尺以上都不是原土層 就是亂的套 對啊 那你市府在這個地方 你應該要展現的是你的公權力 什麼捍衛你土地的公權力 你怎麼不出來講說這些東西 那他只有說要講他恢復原狀 不能做農地 什麼 人家現在看到的公權力 不是出來講說我看到這些我就進行認定 這叫進行認定嘛 憑什麼 你700坪都挖了 所以看起來柯文哲 確實會陷在這件事情上面 為什麼 你這個也不知道 那個也不知道 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結果上頭還有一個建物 那不是租金不租金的問題 現在李國璋還出來說 他們其實不認識 干你什麼事啊 你是柯家的人嗎 從頭到尾你參與這塊地嗎 也都沒有嘛 你就在那邊幫忙在那裡護航 連柯家的人都說不清楚的東西 你今天這些人說得清楚嗎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現在 陷在這件事情 因為過去他很延遲的抨擊別人嘛 你現在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怎麼去說服你的支持者 基本上我從柯文哲開始講 你看他那個機具開挖 挖空的農地 我覺得台灣民眾黨原本支持 柯文哲的那個基礎也被挖空了 為什麼 因為過程中都讓人家覺得 你當時候買農地要幹嘛 如果不是要種菜 你2008年買到現在 那是農地 你有種菜嗎 你一個醫生你要去種菜嗎 也沒有嘛 所以如果你不是種菜 不是要務農 也不是要做農莊 也不是要做那個溫室 那請問你是要幹嘛 你是要等著炒地皮嗎 這個炒地皮這三個字 真的重重的 把柯文哲過去品牌整個打垮 為什麼你不會強調居住正義 土地正義 世代正義 你買地皮 你炒地皮 過去我們就曾經抓出來 詐騙集團要在巴德炒地皮 詐騙集團他經營博益平台 他不會去種菜 他不會去擂殘 他就是要炒地皮 你會說他是良田 現在也沒有都市計畫 會變更那個土地 我沒有炒地皮 優秀姐 基本上都市計畫是這樣子 如果旁邊的交通開始開通了 如果旁邊的環境開始改善 有需要去變更都市計畫的時候 那個土地就變得點石成金 點石成金的程度非常有可能 搞不好一年兩年 就有一二十億的這個進帳 所以你今天跟我講說 你要捐出一百二十萬 說真的啦 那個不叫做我很大器我要捐出 那基本款 你在上面做盈利事業是不行的 但是我覺得說這些爭議 現在開花也好 我覺得都好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柯文哲真的要講清楚 你當時候買這塊地 你要幹嘛 你是不是要炒地皮 你是不是要投資 讓他點石成金 這是所有人要知道 你不能推給柯棒 哪有自己這個尾巴了 然後說吃爸爸媽媽 所有的子女會把罪推給爸媽嗎 不會吧 那我覺得是這樣 短期他當然就解除了他的爭議 可是長期對他品牌 有很大的傷害 短期解除爭議對一個人壓力最大 賴清德 你認為對賴清德壓力最大為什麼 因為今天人家農地開挖了 那你賴清德你的房子就在那邊 而且打卡的人越來越多 今天冬至那麼冷的天氣 還有人早上一直去打卡 對不對 去萬里這個海邊喝咖啡熱咖啡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最近又現在又被挖出 當他那個國安撤哨的時候 搬出22張床墊 是不是代表你一個房子在那邊 有22個將近一排的人力 在幫你維護你的叫做賴皮療 就大家想知道 到底我們花多少的資產在保護你 而且重點來了 你一直說我要公益信託 公益信託 公益是你的用途 未來要做公益 公益信託 你這個 比如說我要用的超久 我是永遠要做公益信託 那個叫做時間走的 可是擁有權還是你啊 你公益信託出去 擁有人還是你 你沒有變 你只是讓你的房子 變成緩拆不用拆而已 然後保存這個房子 我覺得大家看不下去 第二個 大家在講說 這個你們不要再打了啦 你們打了這些礦工的家庭 一定會引起反彈 我就說啦 所有的人 礦工家庭其他人 沒有被選總統 你要選耶 你要選總統是你會被要求耶 那過去你當過立委 當過行政院長 當過副總統 你怎麼沒有經過這個 沒有幫這個礦工家庭 好好爭取變更 那你現在才拿人家來墊背 說你們不要打我了 因為我一戶拆 我們所有的村都要九層都要拆除 不好意思 那些不是 但是屬於低廉的一般違建 人家沒有選總統 你就是要選總統 就是要必須被檢驗 賴清德之前對於他的違建怎麼說 他說我家沒有違建啊 我家有繳房屋稅怎麼會有違建呢 我家有門牌怎麼會有違建呢 他之前都是都是言之早早 他沒有違建 他沒有錯 然後他最早的時候 民進黨是怎麼去幫他澄清 民進黨說 說賴清德有違建的人 搞錯了啦 那是他親戚的房子啦 後來被發現是兒子的房子 有人叫兒子是親戚嗎 也很奇怪 你過年的時候兒子回來吃飯 我親戚來拜訪是這樣嗎 所以他從頭到尾本來採取的策略就是凹到底嘛 後來開始走一個路線 叫做情緒勒索路線 就是說他只是想要保有一個他兒子的回憶 然後就開始哭嘛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那麼多網友開始憤怒去他家去去那邊參觀 就是因為從他哭開始 因為大家就搬出了南鐵東儀的事情嘛 南鐵東儀當時賴清德在做台南市長時候 要拆那些人的房子四百戶 有九十歲老奶奶 求賴清德你不要拆我家 我從小在這邊長大 這邊也有我的兒子回憶 我阿公阿嬤的阿公阿嬤 我是在那邊跟他們做情感的連結 你拆掉我就沒有回憶了 我人生被掏空了 賴清德怎樣 青天大老爺 說拆就拆理都不理 所以現在你哭是因為你有兒子回憶 那其他台南市民的兒子回憶 就不是兒子回憶 所以民主國家是你賴清德比較尊貴 一般人比較卑劣嗎 那這還叫做民主國家人生個平等嗎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違建就是違建 你不要跟我情緒勒索 到底這事情是不是違建 理論上來講他就是違建 我跟他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一直在模糊這件事情 這是他圖嘛 這是中福八四號 這是中福八十五號 根據新北市的說法 原本他們老家是從哪裡開始呢 是從中福八十五號一直往那個地方延伸 往那個地方延伸 後來到民國九十二年的時候 那時候賴清德他媽媽把整塊地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之後 這個地方本來是空地 後來就蓋了這個兩層樓的房子 是民國九十二年蓋的 所以其實新北市政府沒有要找礦工麻煩 他們在一百零一百零八年的時候 就跟中央申請說 這礦區這塊地已經廢掉了 你要保障這些礦工數礦工的居住權 所以趕快給他合法化 沒有合法化以後會衍生出問題 所以本來就有照顧他們 那所以針對本來就是廢礦之前已經存在的 從這裡過去的房屋 他本來市府就要照顧 那但中央後來也沒有回應還怎麼樣 就是沒有現在到目前為止沒有搞定嘛 那這一戶為什麼大家一直很有意見 因為這一戶是廢礦以後 在寧國九十二年蓋的嘛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新的房子 那新的房子你一直跟人家講說 這是原來存在的房子 就大家就不能接受 所以目前為止就很多人就跑去看了 那這個是空拍圖嘛 這我們剛剛看到只是剖面圖 前面啦 只是前面啦 只是正面 正面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結果發現 他不是只有正面耶 他還有後面耶 後面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然後被人家講說這隆居啦 這是隆頭啦 後面是隆尾啦 然後整塊地 因為當時他媽媽大概買了 七百平方公尺左右 兩百多坪嘛 所以這一塊也是他的啦 這也是他你看這個做的那麼好 這個石頭布道 然後不是有那個 有一些路人 不能說路人觀光客啦 因為他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賴皮條 打卡景點嘛 所以很多人好去看嘛 然後因為有國安人員進駐嘛 所以被驅趕嘛 就這一塊兩百坪 那所以呢 他九十二年蓋了 他就是一個違建 那違建就違建 你幹嘛跟人家情緒勒索 就像就像其他台北台南市民 很多人違建被你拆過啊 如果跟你講說 這是我二次回憶你不要拆 柯媽媽那個散衣場也有他的兒子回憶啊 他也是會拆掉了 他有一件衣服也陪伴他 經過很多人生的重要時刻啊 你不是也就要拆 如果柯媽媽跟你講說 這個散衣場有我兒子回憶 然後跟你哭你會不拆他的嗎 所以我覺得一馬歸一馬 好啦 那今天 昨天賴清德在證監會的時候說 他要捐公益信託 第一 所以第一 他是不是覺得有點拗不下去 我看你什麼時候講到侯友宜的政治陷阱 好等一下 我先幫你準備好 好 他已經有 不要吵了 他已經有點拗不下去 他就是有點拗不下去了嘛 所以他才會想說 那我趕快做公益信託 因為對選情有影響了嘛 因為他哭對選情有影響 但是公益信託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他這個也是只是一個說詞 為什麼 因為今天很多人 昨天講出來公益信託 每個人都說 什麼叫公益信託 什麼叫公益信託 他可以捐嗎 很多人開始討論這個事情 那有不同意見 我正版俱成 有一個地震室直接就說 那一題條怎麼可以變成紀念館 他的質疑是什麼 他說 你看喔 一個不具名的地震室說 如果是違建 就算提出新建證明 怎麼可以據此認定 拿違法違建做合法的公益信託 怎麼可以這樣呢 然後下面有人幫賴清德講話 另外一個稅務人員說 只要能證明房子是他家所建 就具有房屋所有權 就算是違建 也可以處分 但是呢 又有另外一個地震室說 不行啦 你說違法的 就不能做公益信託啦 所以現在這個事情 到底是可不可以捐 還是存在一個很大的問號 而且更何況你要做公益信託 也要看有沒有能收啊 我講一個例子 比如說在2012年 當時蘇家權也有爆發出 那個豪華農社 後來怎麼處理 為了止血也是捐出去 那捐出去 屏東的一個公所 就把他接收了嘛 結果咧 他到現在那個豪華農社還是存在 變成文職館 因為當時屏東縣政府都同黨的嘛 就接收了 那沒有用途啊 那沒有用途怎麼辦呢 還要幫忙維護邊預算去處理 處理不了 變個爛尾樓 那我請問一下 你在清德 你現在說要去捐 你要捐給誰 有人要收嗎 所以他這裡面有三個層次的問題 第二層次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他縮起來了 他才會說要捐嘛 第二個就是可以捐嗎 依法可以捐嗎 他沒有登記房子可以捐嗎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那有人要收嗎 你會不會反而是造成政府的一個困擾 所以當然國民黨還是持續在打這個議題 你看他說 這個是亞洲第一的違建紀念館 這可以捐嗎 可以捐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不會停 就即便是他今天把這個東西把它提出來 還是不會停 因為有非常多的爭議存在 他只是想要轉移焦點 那所以看起來柯文哲跟這個侯永宇的這個 包括大群管 包括剛剛這個鄭浩質疑的政治線 是不是還會持續延伸 大群管這個用道德勒索就是無聊 說真的 就講了嘛 那個大群管是有合法建物合法開發票 而且他繳稅的 對不對 他在岳父當初決定要做生意 他做這個行李我起床我來租 宿舍來租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道德觀感不好 你說有相對剝奪感 那可以我承認 對不對 我之前也跟侯永遠講說 那你就乾脆租金降一點 對不對 比低於平均旁邊的 因為文化大學租房子本來就很困難 那我就說 啊因為慶祝我侯永宜要選總統 對不對 我就打個八折 比一般市價低一點對不對 那也無可厚非嘛 你如果要這樣道德綁架的話 那你說什麼整棟捐出來 那要私人財產呢 今天台灣選去 這樣鴻海 郭台銘不算 我說你鴻海要捐出來嗎 就要吃了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已經道德綁架 已經到了沒差沒消的地步了 這個就是不用再回應 你說什麼房價 我昨天真的有解釋過 本來是四人房每個月 每人是四千五百塊 他是一間是就賺一萬八嘛 那現在改成雙人房一個人 每個月的話八千 那就一萬六嘛 四人單人房一個人一萬六 就這樣而已啊 那你覺得他有 他有那個非法漲價或怎麼樣嗎 募取暴利嘛 也沒有嘛 好啦那剛才我昨天也講過說 剛才正好質疑講說 那個政治現金有110多個人 我就講 有違法施政去舉發 無枉勿眾 對不對 你說100多個人對不對 這些都是人頭啊 你叫來 只要有一個人翻證 喉友就翻船翻車翻船對不對 沒關係要去查嘛 去舉發嘛 那檢察官要不要傳這110個人來作證嘛 對不對 你要問看看每個人都做筆錄 每個人都問 你這個政治現金為什麼 我就跟你講這很多的 這個軍政巧門啊 你不要騙啦 這很簡單啊 這說真的 我今天如果開一個會議說 大家喝一杯 我們搖住什麼 住那個侯友宜啊 新北市長順利成功啊 所以我們大家講好了 每個人10萬塊去捐 可以嗎 這種人也可以啊對不對 如果政治說好事 你要怎麼查 對不對 那檢察官難道會為了這件事情 你傳到100多個人來嗎 想也知道不可能啦 對不對 好啦那個就不用了 反正就去查 有非法施政我也贊成去查 只要是法 所以我們用這個問題來看 法跟觀點兩個問題分開來看 好那賴清德有沒有 有這個這個房子的話 我說實在有沒有違法 不在於違不違法啦 你就講說你沒有繳土地稅 沒有繳地價稅房屋稅那些東西 沒有使用執照 你在這邊用的話 那我就算了齁 這個我們先撇開不講 那你今天說實在話 你一開始否認違建呢 後來被被斷定 認定叫做繼承違建 我也講過說這叫做繼承違建 就是你在那個年代以前 而且2003年 你確實有整修啊 你說的是你把留來救公寮 你看起來哪一點像救公寮 對不對 那明明就改建過嘛 兩樓透天喔 而且後面還有花園喔 花木扶書喔 對不對 那更扯的是 但是你沒有使用執照也就算了 國土屬進來 現在出來講說 這叫做歷史貢業 對不對 你再把這些礦區的 那個什麼住戶 全部拉進來 哇這礦區的老百姓很可憐 可憐什麼 可憐你是躲在那裡的人 可憐 你賴清德可憐什麼 對不對 我今天講得很清楚 今天礦工寮裡面有人住 他可能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地方 對不對 賴清德有沒有住這邊 對不對 你有沒有跟你兒子 待在這個裡面公寮裡面 忍受風吹雨打 沒有嘛 那麼事實上認定就是沒有這件事情嘛 你頂多頂多 就是一個幼年同年回憶而已啊 那你為了這個你在驚什麼 對不對 你跟一般的礦工不同一個階級 所以你不要再講那麼多 現在要講安平的房子 也有特勤憲兵進駐對不對 你這個萬里這個沒有人住的 也有憲兵特勤進駐 以前我們不是常常講說 那個蔣公刑管 那現在叫做賴公刑管 對不對 你買房子你馬上就有特勤進駐 馬上就有憲兵進駐 這個都是這樣 我跟你講他今天講說信託 就是因為我昨天也提到了嘛 兩天以來負面評價是超 將近六萬折呢 你說險情有沒有影響 你沒有影響昨天政見外 為什麼他跟侯友宜兩個拼到要死 那就是大家在經營急著 要把對方給砍下來嘛 所以這個民調有沒有接近 不要騙 一定這個民調這個也不用騙 好啦那接下來 你現在我是覺得 利用那種刑訴 什麼礦工之子 受打壓的形象 真的我是覺得這個沒有必要 還有一堆人在哭 我就覺得這是在哭怎樣 我說真的 你怕副總統呢 要選總統的人呢 你真的有去打壓嗎 你自己扣的是房子 還在那裡還躲在那裡的人扣 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講說 你不管你今天要斷尾求證 或者是你要止血 要幹什麼都可以 你就是公益信託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們依照公託信託法 裡面規定喔 你今天因為以前信託法 是常常淪為富人結稅 或者是財團控股的工具嘛 所以法務部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修訂信託法草案嘛對不對 你就是讓你說你捐贈出來的財產 不能再以約定方式 回流給捐贈者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就告訴你說 當因為原本我們信託法裡面 公益信託的話 關西滅失的時候有沒有 你歸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所有啊 那你要指定說你以後將來這個歸屬權利人 是誰 你要指定誰 這第一個問題啊 你不能指定我 你現在在你哥哥名聲 我這邊指定我兒子 大小孩第二小孩順位 反正怎麼辦 這個只要關係滅失的時候 信託滅失 那個那個信託的滅失關係滅失的時候 你又輪到你家裡面的人手上嘛 這個這個人家就看著你盯著你說 你以後指定誰當那個那個歸屬權利人 好接下來 你說你今天受託人是可以是什麼信託業者 律師銀行或者基金會 社福團體都可以對不對 那你接下來 你這個房子沒有証號 沒有保全登記 今天誰要當受託人 有人敢收嗎 我收了還沒跟你說 我這間房子本來是怎樣怎樣的時候 有什麼你還給我 我去看的時候 我的房子壞掉或怎麼樣 你要不要負責修繕 我要不要物歸原樣 這個很多問題 所以今天是誰 我跟你講 你今天要公寓信託 反而成一個燙手山芋 你彈出去什麼信 我跟李正浩講說 我換你屈公所 屈公所不可能去信這個 我說真的 屈公所贏的錢也是 納稅醫護人的錢了 為什麼要用公堂去那個 你已經設立了那個獻兵 偉安勤務在這邊 那就是公堂 可是請到這個益川老師 當然我們不要講說 賴慶德老家的這個爭議 對比這個侯友宜 光是對比這個賴慶忠講的嘛 國民黨那麼多的候選人 你們的那一些豪華莊園 比得過嗎 那你們今天出來質疑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外里居民跳起來 沒有你來看看 我們也看看藍白有誰敢去拆 那至於這個侯友宜 現在爆出了這個獻金的爭議 你又怎麼看 這政治獻金 另外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拆一個 賴慶選人一家 可以拆10萬而已 還有這個養德集團 很異常的 就是說 他總共五十七萬港 大家都拆10萬 之後呢 之後這個養德集團 還有這萬港都有獎金 問題來了 這10萬 這五十七的10萬 如果是同一間銀行 匯出去的 那就有事了 照到你來說 我要拆給什麼人 要拆給美 我就拆給自己的 我就拆了 要不然我去找我 舊金的銀行 他叫我就去拆 不可能一間公司 五十七萬港 大家都拆一個銀行在拆 也不可能 我們10萬多的 一個人出10萬 去拆拆 不可能 所以這一個很簡單 就是大家要拆政治獻金 問題就是一個總數量 假設要拆一千萬 要拆五百萬 就拆一個10萬 可是這些網工啊 這些網工會反對嗎 他不會反對 可是這些員工事先知不知道 如果事先不知道 然後被 被強制去捐了這個錢 雖然他自己沒有付到錢 因為公司可能 到那裡有給他 獎金 他沒有損失 但是如果這案子查下去 這五十七個都會變成證人 證人是不能說錯的 就是說你們董事什麼關 是你們主房關的嗎 你們老闆叫你關的 到這條件是怎麼補回來 因為這五十七個不一定 現在都是這個集團上班 所以他不一定會挺老闆 這是第一個 這個開選院的事情 現在祖金 他起到萬五萬六 差不多萬六萬七了 這是一個月 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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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年下來看多少錢 文化大學 要拆一個很可憐 你知道嗎 因為他睡不著了 我是建議你這樣啦 你就要選總統 要不然就大放送 這都沒有關鍵 今天你就要做總統 怎麼會查這個 我當然知道 你現在是 用你們祖金的名字 先進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 還轉給新租 新租 新租 比以前說 新租是二房東 還要去做這些學生 我當然知道 你會這樣切 可是你有慈悲心 不用賺那麼多 你跟祖金說也不用賺那麼多 這樣讓文化大學學生觀感更好一點 這是第二 第三 賴清德的老家這件事 這個歷史啦 這個規定啦 什麼大家都說得很清楚 好 那這樣講得很清楚以後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山頭就是啦 包括高雲 活動啦 礦坑這些地方 差不多兩千幾個 穿得來的一樣 我是建議這樣 這全部都會處理 就是說 新北市政府啦 來進步啦 什麼經濟部 礦物巡洋 大家協調一下 一起處理啦 不要說 清德特別老的 或是說清德特別拆掉 還是怎樣 這對每一項都奇奇怪怪 買到一個統一的原則 就像我們知道的眷村改建 眷村當然是 國軍的眷村蓋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建造 反正就是什麼 戰亂時代就對了 蓋蓋的時代 可是改天要眷村改建的時候 那就結合法嘛 對 那同時當然就是台北縣 在民國一百年 比如說他們九十年有通過一個 方法就是說 你如果七十年以前 那個家就已經存在了 你有辦法證明 你有辦法證明 那家家七十年前就存在 而且有居住的事實 你可以來新清 變合法的 變合法的就對了 現在就有人說 所以賴清德 你如果沒有去新清博物 民國九十年 民國九十年 網路又沒有流行 網路沒有流行 以前管政府的工序 都搭到一個 你知道嗎 搭到一個 台北管管政府的工序 都搭到台北管政府頒求 那些公布欄 他也不會害怕你 所以那些民眾 沒可能 有人知道 每天去管政府看公布欄 那些也沒有什麼 為民服務就對了 現在如果是現在就不一樣 現在他公告了 可能我們這些民意代表 這些議員 理長 就會看到公告收到之後 去問說 阿伯你這要申請 你這 現在 可以讓你合法的申請 他對他去給他輔導 這就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兩千幾個 就一個專案 大家集會協調 看要怎麼讓他合法化 還是怎麼樣 這一道改判 沒有必要針對這個個案 這叫農地工廠一樣 我們臺灣很多農地都蓋工廠 還會蓋三四十年都有 政府不知道 就一年開始就說 如果我在說 給你三年幾年的時間 你來申請合法 要什麼消防 什麼設備都要到處 用好之後 我就給你合法 可是我說的 這個時間點一九 你如果沒來申請 你如果沒來申請 我就要處罰 可是這個都處理到怎樣 六都啦 包括台北市 都一樣 六都就是輔導 一對一輔導 市政府的官網去找這個工廠說 人家政府現在說 叫你兩年幾年要申請 我現在給你輔導 輔導 這個工廠的這個老闆 如果說我要七十二 要不然你把我拚掉了 你如果這樣 政府到時候就把你處罰 可是你如果接受輔導 到最後很多都限定都合法化 所以這 立書的造成的這個原因 我是覺得這樣 就是說 政府包括新八市政府 就主動大家集會來拚掉 不然你說 叫新八市政府去拚這裡 這裡很多 哎 我七八十歲 現在拚出來說 我當時也是做廠房 我現在家這樣 我每天睡不著 對啊 也不知道這樣 叫他拚掉 所以你說九份 以前的民宿 很多都違法 當時的新八市政府 台北管政府 就拚掉這裡 他們可以整件 整件之後 整件都比合法 所以這個歷史的事情 講完了 就是賴清德這是立書的事情 好 但是他也沒有採取來賺錢 他沒有採取來賺錢 所以你看上 像柯文哲這個土地 他是有採取來賺錢 有採取 所以到底大家都說 這討論這件事 今天三個都中了 賴清德中了一條 什麼什麼繼承違建 柯文哲中了一條 油南車停車定位 因為他的土地是黃國昌 黃國昌是小汽車 塞浦當然要油南車 柯文哲 又把他起床 還有一個塞浦 可能在大股的怪獸 會停車定 好 那蠔友宜 像這開學院也對 這是什麼 養德集團 這物流 這現在人也要質疑 大家都有 對 大家都來面對 所以選舉就是一個 最好檢驗大家的方式